乐活之心与您分享乐活小秘方 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 吊料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它们可以为美食 锦上添花 但我们常听说吊料要少吃 影响健康 其实不然一起看看 下面这六种长寿高手 一花椒 花椒是云香科植物花椒的果皮 香气浓郁 是居家必备的吊味品 具有定麻味 装香心和除心减山的作用 位列吊料 十三香之首 素有调味之王的美誉 花椒也是一味中药 全能本草精 将其列为中品 其药性新热 龟皮 为圣经 具有芳香健脾 温中散寒 除湿止痛 刷虫解毒 止养等功效 历时珍在 本草刚目 终日 花椒坚持 乌发 明目 就服好颜色 耐老 增年 健神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花椒含灰泡油 生物碱 香豆素 和有基酸 具有菊麻 阵痛 抗炎 抑阴 抗氧化 抗肿瘤 刷虫等 药力活性 二 芥末 芥末 心热无毒 具有温中散寒 通力五脏 立格开胃的作用 能力久俏 见胃消食等 芥末香辣味 可刺激唾液和胃液的分泌 有开胃之功 能增强人的食欲 它还具有解毒功能 能解鱼蟹之毒 顾生食三文鱼等生鲜食品经常会配上芥末 三 生姜 生姜 维方香性 希腊 健胃药 有温暖 兴奋 发汗 只有解毒 温废止咳等作用 特别对污 鱼泻毒 半夏 天南星等药物中毒 有解毒作用 使用污外感风寒 头痛 寒饮 咳嗽 胃寒 呕吐 在遭受冰雪 水湿 寒冷 清洗后 即以姜汤饮汁 可增进血型 驱散含血 四 食醋 食醋中含有零 四 零 六滴醋酸成分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多种病菌的生肠和繁殖 所以在本地细菌和病毒类疾病流行的时候 人们可以在炒菜 拌凉菜时添加适量的醋 这样 既可以开胃增食 又可以抑菌 可以说是 一十二鸟 五 八角八角式制作冷菜 几顿 闷菜药中不可少的调味品 其作用为其他香料所不及 也是加工五香粉的主要原料 果实与种子 可做调料 还被中国传统医学当作药物使用 该医学理论认为 其具强烈香味 有需从温中里气 见味直偶 去含 兴奋神经等功效 六 香菜中医认为 香菜性味心 温 入肺 皮精 有发汗透枕 消食下气之功 是用污感冒 小儿麻疹或风疹 透发不畅 饮食机制 香化不良等 此外 香菜的香气是由醇类和 系类组成的灰发油 及苹果酸甲引起的 入食后可增加胃液分泌 增进食欲 调节胃肠蠕动 提高消化力 编辑 小康来源 江西省中医院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 祝您快乐每一天 全都在与好友